在俄羅斯軍隊向烏克蘭發起進攻時 世界各國領導人再次呼籲對克里姆林宮 一再是攻擊平民的目標進行調查 隨著俄羅斯對學校、醫院以各式居民區的攻擊不斷增加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 美國官員正在評估俄羅斯是否犯下戰爭罪 俄羅斯繼續襲擊激烈地區 包括今週一有一個醫院、三個學校、 一個採訪學校給感染者 與此同時 救援人員在被圍困的馬里烏波爾市一家劇院廢墟中 搜集生還者 在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附近的梅雷法 俄羅斯炮火 摧毀了一所學校以及一個社區中心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已有43宗針對醫院以及衛生設施的攻擊